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尽管新内阁名单已经尘埃落定 但依然有一些人对首相安华的排兵布阵感到不满 认为安华不应该让涉及多项法庭案件的国政主席阿姆扎西担任副首相 针对外界的质疑声浪 一向力挺扎西的巫统总秘书阿姆马斯兰也随即出面为党老大护航 他表示 为人阿姆扎西成为副首相并不是基于政治利益 而是因为扎西是国阵的老大 因此由他来担任副首相才是最适合的 同时他直言 任何内阁都会受到批评 但如果把副首相一职交给党主席以外的人出任 势必会让新政府动摇 因此国阵才会决定按照党内的权力排位 让老大扎西出任副首相 确保新政府更加稳定 不过反对党方面对于扎西担任副首相这件事 就好像是捡到了枪 马上火力全开 其中伊党副主席穆罕阿玛就以维护国家形象 让外资对我国更有信心为理由认为 安华不应该委任官司缠身的人入阁 或是出任部长 因为这样不止有损我国的形象 也已经招来国际媒体的负面评价 一党副主席穆罕阿玛 昨天在沙巴仙本纳出席活动后向媒体坦言 自己对新内阁名单感到非常失望 他认为无论官职大小 有官司在身的领袖 应该先在法庭证明清白之后才入阁当官 另外在大选中 从巫统转投国盟并重选的杀戏弹 今天也对败选的领袖入阁当官 但胜选的人却被冷落打抱不平 泰呼吁不被安华信任何重用的巫统和火箭议员 可以选择投入国盟的怀抱 有四个人在立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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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员员 必须拥有些人的责任 所以看伙伴在国家里的安华 有些人在国家里的安华 除了穆哈姆阿玛和沙西弹 伊党主席哈迪阿旺也在面子书上调侃 由于首相安华是在缺乏绝对多数支持的情况之下执政 而且还委任盗贼来出任部长职位 因此新政府势必非常脆弱 如今新内阁阵容让反对党找到向政府开火的理由 国务主席穆尤丁甚至形容 首相安华领导的内阁将会是五国史上最让人失望的内阁 对于这一番言论 国政主席扎西在成为副首相之后 马上为安华护航反击 他认为穆尤丁是当不成首相才来抱怨 他指出新内阁是在元首预准后才宣布的 因此穆尤丁应该尊重王室的选择 而不是一再抨击王室的决定 同时阿穆扎西也促请穆尤丁向行动党看齐 学习牺牲党和个人利益 并以国家利益为优先考量 他强调如今的新政府不是新盟政府 而是由几个政党联盟和小党组成的团结政府 因此希望穆尤丁不要再刁难新内阁 而至于安华兼任财政部长这一件事 阿穆扎西则回应 安华之前担任财政部长时表现优异 不但让大马的财政预算出现盈余 还得到了金融杂志的认可 获选为国际最佳财长 而他也反击 穆尤丁在担任首相期间 没有妥善治理国家 所领导的内阁甚至被封为 是失败政府 因此没有资格批评安华 是失败的 是失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